現在COVID-19的病毒到底有多可怕 堅果內的最新疫情 雖然本土確診加零 但是出現了一名死亡個案 死者是在5月台北萬華疫情的風暴當中 確診了60多歲老翁 雖然在7月的時候已經是痊癒出院 不過經過了5個月 仍然逃不過死神的追殺 原來是之前留下了肺纖維化的後遺症 成為主要的死因 醫生還有專家們都提出了警告 接下來耶誕還有跨年 最好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凑人 本土病例是零 境外入室六例 另外死亡個案有一案 19號本土在嘉林 但是出現死亡個案 是一名60多歲老翁 具慢性病史 他是在5月3級警戒時發燒就醫 結果確診治療 一個多月7月2號 雖然解隔離 但卻留下肺纖維化的後遺症 11月身體不舒服住院 12月1號因為呼吸衰竭病逝 也就是出院後5個月 死神人找上他 經過判斷 確認是新冠肺炎造成死亡 本來就有某種癌症 那肺纖維化是他這次 還是主要的一個 呃 是 致死的原因之一 另外19號還新增6例境外 三男三女都是本國籍 天天有境外確診 闖入國門 短短一週就有5例 OMICRAN扣冠 眼看未來兩週 就是聖誕節和跨年 聚會高峰接連到 到底該不該去慶祝 在明年齁難免會有一些案例 會零星會進入不到我們的社區 因為齁擺蜜 難免有一書啦 醫生沈正男也說 國外回台越來越多 群聚有一定風險 跨年活動飲食時 多注意保持距離 呼籲民眾多加評估 是否參與聚會 將來特別是OMICRAN 進來以後 如果是輕症的話 有可能不會被發現 7加7專案 剛上路疫情就連環報 就怕春節返鄉高峰期 造成高風險 不管指揮中心怎麼說 專家建議為了自保 人多的地方 還是少去微妙 記者余盛行 楊宗彥台北報導 現在春節檢疫7加7 已經在12月14號上路了 但是有民眾說了 台北市是以防疫計程車 不足為由 要求他在防疫旅館 多待一個晚上 他就炮轟市府了 就違法限制了人身自由 而台北市公運處的澄清 因為解除電子圍離 必須要按照批次 如果沒有事先來申請 是不能夠提前離開 防疫旅館的 7加7檢疫措施 才上路5天 就有民眾抱怨 被檢疫旅館躲關一天 證明何先生向平面媒體投訴 12月14號返台 下午5點入住北市防疫旅館 依照7加7規定 只需要待滿168小時 但北市府卻以防疫計程車 兩能不足為由 要求何先生多留一晚 隔一天才能返假 7加7硬是變成了8加6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講清楚一點 就是他實際上 他會住多久 真實的情況 那應該要反映出來 何先生氣到大罵 說完全沒看過這種 不守法的政府 民文規定168小時 就能離開 不懂北市府為何要多留置他16小時 痛批這是限制人身自由 還是法為無誤 但北市府也澄清 解除電子威力 是有按照批次 所以無法再住滿168小時就離開 但可以提前申請 專案處理 而這位何先生返家後 自主管理也要待滿7天 而非6天 你就必須要單獨提出申請 然後再單獨去排這個部分 包含電子威力的接觸跟那個防禦警察的排這個排班的部分 問題是你晚上10點11點12點甚至半夜1點跟人家辦那個叫退房 找麻煩嘛對不對 旅館運作的問題 好啦其實這個都是很常識的問題 我不認為政府的法規應該要去配合防疫行為 在他最後一天的檢疫時間裡面 如果他超過了退房的時間 他可以用半天的費用 春節將至將有更多人 反台防疫措施 到底是7加7或8加6 還是8加7 恐怕得先說清楚 否則爭議只會層出不窮 難以止息 記者綜合報導 現在有些疫情的狀況 讓大家覺得很納悶 就明明本來沒有確診 反回來 結果呢 在台灣的防疫旅館染疫 這到底要怎麼樣可以保障自己呢 因為真的是讓全球都來看笑話了 這也讓很多要反台過年的民眾心裡怕怕 那麼防疫專家就提出建議 若從國外反台的民眾或者是親友 可以自備像是攜帶式的紫外燈等等的消毒用品 在進入房間的時候 再一次的做清潔消毒 而每次取餐之前也要來做消毒 才能夠安然的度過隔離的日子 桃園防疫旅館群聚案為了找出防疫漏洞進行嚴密的環境採檢 包括門把床開關等處每間房間至少採檢三個地方 總共採檢了150個位置 結果在一名確診者的房內又驗出病毒CT值為39 但房間都已經清潔消毒 卻還是驗出病毒 入住民眾該如何預防 有時候他雖然消毒過後 他手套又去摸 手套上如果有污染 會把病毒又繼續存留在這些開關門法 電梯的按鈕上面 醫師就建議不要把自身安全全部交給旅館清潔員 入住檢疫旅館前可以自己準備酒精 手套 抹布 可攜帶是紫外線消毒燈或消毒棒等簡單的消毒用品 消毒會經常接觸到的桌椅 床 門靶等 以及廁所的馬桶按鈕 洗臉盆 水龍頭 不過醫師也提醒消毒時務必小心避免沾染病毒 電梯的過程 如果自己並沒有超乎好相關的防護措施 而在碰觸到這些病毒之後 也沒有如實的做好手部的清潔 那反而有可能會增加感染的機會 至於有沒有可能在開房門取餐的期間 病毒從空氣傳播 專家認為機會不大 但還是得小心謹慎 還是要戴好口罩 那避免跟同時出來取餐的入住旅客 做一些交談的動作 那假如說在取餐之後 可能對於相關的一些餐具 可以再做進一步的清洗或者是消毒 隨著春節即將到來 返台檢疫人數增加 民眾入住旅館時務必加強清潔消毒 就怕疫情還沒進入社區 已經在檢疫旅館擴散 記者新聞鄉 陳嘉倫台北採訪報導 下班 主持人物 動 مش 製紳 請 拼弴 席 公ри 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